今天的品味风向球 我们带你来到台中的这一间餐厅 其实还没有上菜之前 你光看它的空间就饶富趣味 在你吃过它的创意料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它空间的设计 跟它创意料理的菜色 是这么的match哦 小树来这边我就想要问一下 你们店里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其实主要是卖泰国菜 最主要是创意的一个 Belfin Sun的一个料理 所以不会像是一般传统的泰国菜 对 不是一般传统 因为其实 其实这个也是很有一个契机 因为刚好那时候 就拿了一个国外的泰国国授权 我们进来台湾 所以我们这时候 这边找到这个地点的时候 然后刚才来看 我们是我们也很担心 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正 长方形 对 不是很方正 可是因为之前跟 设计师跟设计师他们接洽过 你还蛮信任他们的 应该是说很有心灵气和 就是常常我丢的东西给他们 然后他们往往都能跳出那个 狂狂出来 可是又是符合夜主要的东西 你知道给夜主要称赞是 屋上的光荣 对啊 OK 好 我想来这边的人 一定都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你在吃他的东西的时候 觉得哇 好有创意的泰式料理 那看这个空间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说 哇 今天的用餐经验真的很特别 如果呢 你很喜欢去泰国自住行 我相信你对这家餐厅的Logo 一定不陌生 它的Logo就是一个蜜蜂 还有瓢虫 可是通常我们看到蜜蜂 跟瓢虫 觉得这会是一个 比较同序的餐厅 但今天 好像它的感觉是比较现代感的 对啊 因为在泰国 它是瓢虫与蜜蜂为主的一个名字 但是引进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现在这一家是唯一带领 那在这一个环境 我们是觉得这个环境是很棒的 所以我们希望 引进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很现代的空间 不要是那么同趣的空间 对 我们是保留了它的一个 最主要它的Logo 就是它的瓢虫与蜜蜂 就是最主要Logo一定不会变 再来就是它的橘色系 橘色 还有黑色 这些全部都保留 但是我们重新的去拆解跟组合 哦 色系是一样 不过拆解组合之后 我感觉就是另外一种氛围了 虽然它还是同一家里的酒店 其实这间餐厅它本身坐落的基地位置 就得天独厚了 对 它坐落在台中是绿岩道 那所以我们采用大面穿的设计 就是在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 所有的绿岩道的空间 那外观开始就是你们一手打造的 我知道哦 对 那外观达到其实我们是这样就是 不脱离它整个的设计概念 就是以蜜蜂、瓢虫 那个概念做出发 那所以我们外观采用大量的铁件 那采用就是蜜蜂、蜂、蜂、蜂的造型 蜂的造型 它一直延续到室内里面 其实我们大门要呈现的也是一个造型 就是瓢虫 然后一开门进来了以后 我们看到当然就是我们的柜台和霸台 我们的柜台就是以梧桐木来做 然后它的背面 背面我们是用了灰镜来做反射这个空间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基地没有很宽 所以我们在柜台后面 我们用了镜子来做反射的作用 再来就是我们加上铁件 铁件来放我们的一些杯子 然后盘子这一些 所以这就是一直我们在用这些元素 都是在表示我们的现代感 接下来会从吧台区再往里面走一点 会到所谓的座位区的部分 对 那座位区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它在整个空间 我们让它整个反射 大家可以看到空间可以大一点 所以我们用大量的烤漆玻璃 那烤漆玻璃 我们大致用了原来的橘色系 橘色 橘色 橘色系 还有就是 粉红色 还有白色 还有白色 OK 这是一楼的空间 上到二楼 再来就主要我们的空间 是会放在中心里 就是我们的工作区 所以我们工作区 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有黑色跟橘色来组成 所以很隐约 我们工作人员在里面工作的时候 他不见 他可以看到外面 但是我们外面在用餐的人 不见得可以看进去里面 上到二楼的主视觉 除了我身后这个工作区之外 他的用餐区也分左右两边 那左右两边 背墙的感觉也落差 蛮大 但是都是现代感的味道 对 最主要是一上来的时候 我们要呈现的是很自然的 沙发区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壁面的处理上 我们是用了石墨 也就是圆木 我们是一块一块贴上去的 再加上他的吊灯的配置 所以就是要让这一区 就感觉就是很温馨 好 总而言之 今天看到这个 你们的商业空间设计 跟之前我看到 这样做居家空间 这真的不一样